在美国新冠日确诊突破100万例的时刻 中国驻美大使馆终于坐不住了 拿出了堪称史上最严的复华政策 来应对这一发不可收拾的变种病毒 除了美国之外 加拿大总领馆也发布了最新的回国政策 虽然没有美国来的恐怖 但也给想要回国的同胞们带来了不少额外工作 下面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 现如今想要回国都需要经历哪些艰难险阻 根据中国驻美总领馆的最新指南 从2022年1月13日起将执行新版的回国要求 符合复华资格 也就是能够取得绿码的乘客 必须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一提前7天在出发地指定机构增加核酸检测 二部分领馆要求起飞7天 需要在出发地做健康管理 三对于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乘客 不管你接种的是哪款疫苗 灭活或者非灭活 均需要接受双核酸检测 下面来看一下具体的执行方式 我们以2月1号大年初一 从达拉斯的回国航班为例 如果想要成功的取得绿码 首先这位乘客 不管是在何方 必须要提前7天 也就是1月25号 来到达拉斯的驻美市管指定检测机构 进行首次的核酸检测 检测过后 就需要停留在达拉斯的某个小宾馆 开始为期7天的自我健康检测 并且按照要求 如实填写这样一份叫做 自我健康状况检测表的表格 此刻小编就建议大家尽量别出宾馆见外人 吃喝全靠外卖解决 否则以美国现在的疫情确诊数量与密度 谁都不能确定你接触的人是否携带病毒 熬过5天的自我隔离来到起飞前的两天 也就是1月30号 此刻你需要分别到两家达拉斯当地的指定机构 采集样本进行核酸检测 并且检测方式还要根据你疫苗的接种方式来定 如果你完整的接种了国内的灭活疫苗 则只需要进行核酸检测 如果你完整的接种了美国采用的非灭活疫苗 则需要进行核酸检测外加S蛋白LGM和N蛋白LGM的抗体检测 如果你未接种或者未完整接种疫苗 则同样需要进行核酸检测外加S蛋白LGM和N蛋白LGM的抗体检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国内完整接种了灭活疫苗 来美国后又接种了非灭活疫苗 此刻只需要按照完全接种灭活疫苗的方式 只做核酸检测即可 好了 当大家完成了以上步骤 同时确保自己的所有检测结果均呈阴性 此刻就可以获得绿码登上回国的航班了 说起回国的航班则是另外一个头疼事 突如其来的熔断以及规律性的取消 让大家购买回国机票时提心吊胆 甚至哪怕已经登了机 可能都依旧坐立不安 毕竟回国的飞机飞到一半又掉头回来的情况不是没有过 接下来我们就快速浏览一下 目前仅存的那些符合五个亿要求的回国航班吧 下面我们看一下从加拿大回国的政策变更 根据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发布的规定 所有2022年1月14号及以后自家乘坐复华直飞航班人员 必须在登机前第七天增加一次核酸检测 比如14日的航班需在7日增加一次核酸检测 并于检测后自我闭环管理 并填报7天自我健康状况检测表 登机前两天内再进行核酸和血清抗体霜检测 并根据住家使领馆的区域划分 上传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血清抗体检测阴性证明和自我健康状况检测表 向有关住家使领馆申请绿色健康码 其他材料继续参照此前要求 住家使领馆将为符合要求的人员审发绿色健康码 所有检测必须在住家使领馆指定的机构进行 所以从加拿大的规定来看 回国乘客只需要提前7天到指定机构做一次核酸检测 而并非需要提前7天前往出发地 这其实已经减少了很多麻烦事 比如从美国起飞的乘客 如果购买了美国国内的连程机票 现在恐怕通通将要作废 除非航空公司未来会申请相关的货便条款 最后小编还要提醒大家 每个大使馆还根据所属管辖地的不同情况 分别出台了各自的相关细节 总体要求基本没有变化 但是对于检测点以及采样方式的选择略有不同 所以小编还是强烈大家 到出发地所归属的使领馆官网 仔细浏览各自发布的详细执行办法 否则稍有不慎 归国大业将会功亏一篑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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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